自古怕人不怕鬼 从来说鬼是说人 你可来了 老话说 敬鬼神而远之 老话还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 老话又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怎么那么多老话 听完下面这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话说当年清朝的南昌县 有个姓裘的秀才 这年夏天天气很热 他跑到当地土地庙乘凉 可你乘凉就好好乘凉吧 他不 他居然脱光衣服 在土地庙里裸睡 你好啊 我说人 好久不见 我很想你哦 一觉醒来 转回家中 当晚求秀才 就觉得浑身难受 他媳妇问明 白天都去过哪儿干了啥 认为是他得罪了土地工 于是准备好韭菜箱纸 跑到土地庙 替秀才请罪 说来也奇怪 媳妇前脚祷告完回家 求秀才的后脚病就好了 这一来 他的媳妇更加坚信是土地工显灵 非要求秀才 亲自去土地庙 上供道谢 求秀才呢 本就有点魂不立 觉得呢 是自己偶感风寒 病好全靠体质过硬 对于鬼神之说 是满不在乎 可经不起媳妇天天念了 一气之下 写了篇状子 跑到城隍庙烧了 状告土地 作妖弄鬼 骗吃骗喝 可这状子烧完有十几天 什么动静都没有 求秀才越想越气 又写了份状子 去催城隍 其中说话 很不客气 直指城隍爷纵容属下 贪赃作恶 不配享受相活 当天晚上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城隍庙的墙上 贴出一张梯条 上面赫然写着 土地神骗人九十 玷污了神官的尊严 判隔去职务 求秀才很高兴啊 接着往下看 只见下文写着 秀才求某对鬼神不敬 惹是生非爱挑起官司 判发往新建县 打三十大板 看到这儿 求秀才顿时惊醒 可醒后细细想来 却始终想不通 自己是南昌县人士 就算要受罚 那也应该在南昌 发往新建县 是什么道理呢 哎 估计这梦啊 瞎做的 不可信 可就在他做完这个梦不久 有一天 天降炸雷 一道炸雷 不偏不语 批中了土地庙 建土地庙 被天雷击中 求秀才这才开始担心 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生怕那三十大板 应验 这样躲躲藏藏 过了一个多月 太平无始 求秀才呢 见风平浪静 也就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一天 江西巡抚恶大人 途经此处入庙上乡 竟被仇人用斧子打伤了额头 上差与其非同小可 当地官员连滚带爬赶来 立刻形成专案组 追查伤人凶犯 这边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那边求秀才坐不住 巡抚是什么级别 居然在家门口被打了 这热闹可够大 不去看看 当真可惜了 于是衣服都没穿好 就急忙忙跑去看热闹 求秀才赶到的时候呢 本地大小官员还都在现场 围观的人 里三层外三层 站满了 他不甘示弱 批了命往人凤里起 就未看了新剑 怎么那么寸 就在他刚起进人群的时候 新剑县令 正好往这边扫了一眼 咦 人群里有个家伙探头探脑 眼珠乱转 不像好人 其实 求秀才四下乱丑 就是为了找热闹 可县令正烦着呢 心下不由起疑 大喝一声 什么人 这一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在了求秀才身上 求秀才见大家看他 张嘴想辩解一番 可就在这时 出了怪事 他干张了几下嘴 居然说不出话了 县令见他身穿长衫 没有顶带 看样子呢 像是个没有功名的平土百姓 问他是谁呢 又不回答 只会阿巴阿巴阿巴 顿时火冒三丈 下令把他抓来 当街打了三十大板 谁知板子刚打完 求秀才 嗷的一嗓子 喊了出来 又可以说话了 这才一边痛哭 一边说 我是秀才 还是求斯农的本家 你怎么能无故打我呢 新建县令一听 冷汗都下来了 打了秀才 哟 这事也不小 过去不是你家有钱 就能使唤庸人 得考中秀才以后 有了功名 才有资格去养奴仆 这秀才群体 每年国家给钱给粮 建了县官呢 不必下跪 算是挤进了特权阶层 自然是不能无故挨打的 那边巡抚大人刚刚受伤 这里秀才又被打了屁股 县令大人是一个头 两个大 急忙好严安抚 事后呢 又推荐求修才 到封城县 担任长教一职 算是亡羊补牢 稀释宁人吧 求修才呢 到这儿才明白过来 哦 那发往新建县挨板子的判罚呀 原来应在了这里 正所谓 告罢土地 骂成皇 得饶人处 莫张狂 赏罚分明 跑不了 阴间道笔 阳间强 好了 这就是子不语 求修才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智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谈